我問銀行股 他問渣打的 2888 他說什麼價錢可以進入呢 上網什麼位置 同樣道理 人家在出第一季業績的時候 聲音聲音聲 你不敢去追 現在開始回的時候 你才去追 那為什麼要這樣去做呢 開始自己想想 第一方面這個 我就一定不建議這些位置買的 第一方面有這個問題 第二方面 在基本因素上面 大家買銀行股的時候 就想加息 現在說聯儲局 下個月加75個點子 他說正啊 應該買銀行股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這樣的想法 或者大家觀眾上面 我相信的確有很多人會想 加息應該買銀行股 過去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 很多都是被這些分析上洗腦 我會用洗腦來形容 錯不完的 因為洗腦那些 有時候灌輸了一半對的知識 另外一半 加息固然是利好銀行業的息差 但是有一個大前提 是經濟OK 銀行是會借多些錢出去 借多些錢出去 從而令到息差 擴闊 有一個很厲害的利息收合增長 但是這段時間說的是什麼 衰退 你在經濟衰退的狀況下 譬如銀行股 好像之前是理所當然的 一個主要的問題 銀行一個傳統說法是什麼 百業之母 百業之母 在衰退的狀況下 為什麼會OK呢 所以說的問題就是短線 開始做調整的時候 它逆積出來的時候 50元以下 48元衝上來而已 現在分分鐘打互軟營 是不奇怪的 所以如果你面對短線套表上面 它有一個深一點的調整 真的不奇怪 現在大家對歐洲 或者甚至香港的經濟前景 都不敢看得大 但樂觀 為什麼這些位置去買 我真的想不到 所以如果你說 你很想受惠聯儲局 在下個月加息的時候 就是月美加息的時候 你月美加營息 去做美元定存 我們之前就是這樣說 你就受惠到 但是如果你現在買銀行股 都要財息兼收不容易 簡單一點這樣說 你買銀行股 如果你只是想收息 沒問題這些位置買 跌下去四十幾元 你收到息 它應該派到息給你 但可能只有兩厘左右而已 一定是做不到財息兼收 但如果你要做財息兼收 就不是這個位置出售 說什麼時候 你要做財息兼收 就是市場確認了衰退 當時有些東西掉下來的時候 很害怕 被人恐懼你去探望 那些位置在 但考功夫 那些位置那時候 我都未必真的叫你這樣買 可能都是分鎮去收財 或者買都未必買銀行股 所以暫時來說 這些位置追渣打 你最多都是短炒 但問題就是 一千五十四元你就要走 嗯 好啊